蔡斌指导一手打造的魔鬼集训营已经圆满落下帷幕 但是如今半个月过去了 最新一期的中国女排国家队集训名单仍旧没有出来 这使得外界对于蔡斌的选人用人非常关注 球迷们都期望着蔡斌能够铁面无私 不再出现当初任人为亲的局面 将最合适的七仙女选出来 成为中国女排的核心 不过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蔡斌之所以迟迟没有公布最新的女排集训阵容 是因为她在这段时间正在积极寻找优秀的助理教练 来更好地辅佐自己 将自己的教练团队发展壮大 据悉她已经邀请中国女排的民宿杨浩加盟 虽然目前尚未公开她在队内的具体职务 但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 蔡斌对于执教中国女排具有明确的思路 她希望先打造出自己的专属豪华教练组 然后再选拔人才 让每位教练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责 杨浩是20年前中国女排的主力队员 她还参加过雅典奥运会 并且成功随队夺金 此外还有亚锦赛 世界杯等重量级的冠军头衔 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在退役之后 她一直从事与女排教练的工作 目前正在北京航空高校担任主教练 任凯义就是杨浩一手挖掘并且培养起来的 蔡斌此番邀请她加盟 很显然是希望她继续为中国女排发掘人才 并且培育年轻球员 让他们迅速得到成长 如今蔡斌已经有陈有权 杨浩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可以说配置相当不错 如今随着朱婷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 以及女排国家联赛的脚步日益临近 因此距离最终女排集训名单的公布 肯定也是不会太久了 可以确定的是本次的女排国家联赛 朱婷、张长宁以及姚迪三位主力球员都无法参加 必须要寄希望于李莹莹、刁玲宇、廖一文等年轻队员 杨浩的加盟也透露出了蔡斌 准备重用年轻球员的信号 其实从今年的整个赛程安排来看 中国女排压力还是非常重的 最重要的无疑是本土举行的杭州亚运会 在家门口蔡斌自然不希望女排丢人现眼 重演郎平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惨败 而世锦赛、女排国家联赛 则是与欧洲、南美等强队交流球技的宝贵时机 这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非常关键 因此蔡斌是否会效仿中国南南姚明的模式去组建二队 让杨浩、陈有权等人去带队 也是相当有可能 考虑到蔡斌最近几年在江苏女排拥有不错的成绩 这也使得中国女排的未来备受期待 毕竟中国女排曾经是世界第一 在狼指导的带领下辉煌无数 但只是因为一次东京奥运会就跌落神坛 球迷们都渴望着女排能够重振雄风 继续拿到该有的冠军 因此蔡斌肩上的压力也是很大 他必须要每一步都小心谨慎以防满盘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